银河帝国 九 刚学 第二十一集 那窥视镜并不怎么高明 不但事业狭小而且影像扭曲 但即便如此 北来还是清楚地看出是自己的儿子班 站在门口 正当班准备再次叫门的时候 北来猛然地打开了房门 凶狠地抓住了班的手腕 一把将他拉了进来 班顺势撞在了一堵墙上 上气不接下气的他 倚着那堵墙惊恐和疑惑的眼神 久久才笑退 班使劲地揉着手腕 他用可怜兮兮的语调说 爸 你没必要那样抓我吧 贝雷贴近了再度紧闭的房门 透过窥视镜往外看 但无论怎么看 他仍看不到走廊上 有任何人 外面有人吗 贝雷 没有 爸 我只是来看看你是否安好 我有什么理由不好 我也不知道 是妈妈 她哭得什么似的 叫我一定要找到你 她还说 如果我不肯来 她就自己走这一趟 那样的话 可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是她逼我来的 爸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妈妈 知道我在哪吗 不 她不知道 所以 我打电话 到你的办公室 什么 他们告诉你的 父亲的强烈反应 令班吓了一大跳 她压低声音说道 当然 他们 不该告诉我吗 贝雷 和丹尼尔 面面相去 贝雷 怀着沉重的心情 站了起来 问道 你妈妈在哪 在公寓吗 不 我们去外婆家吃晚饭 然后 就留在那 现在 我也该回那去了 我的意思是 只要你没事爸 我就能交差了 你给我待在这 丹尼尔 这层楼的通话器 到底在哪 你有没有印象 有的 但你打算 走出这个房间 去打电话吗 我必须这么做 我必须 和杰西 取得联络 我可否建议 改派班去 这样 比较合逻辑 这件事有危险 而他的价值 比较低 什么 你 贝雷 怒目而视 但他随即想到 耶和华呀 我这是 生哪门子气呀 他改用 较平静的口吻说道 这你就不懂了 丹尼尔 在人类的社会中 父亲 通常不会派 自己的儿子 去冒险 即使 这是合乎 逻辑的决定 什么 冒险 班用惊喜参半的 声音大叫 发生了什么事 爸 啊 爸 没什么 班 挺好 这根本不关你的事 懂了吗 准备就寝吧 我回来的时候 要看到 你已经上床了 听到没有 啊 真扫兴 你可以信得过我的 我会守口如瓶的 睡觉去 真扫兴 贝雷 走到那层楼的 通话器旁 为了随时能拔出手冲 他将外套掀了起来 然后 他对着话筒 说出了个人代号 一台位于15英里外的电脑 便开始确认他的资格 他只等了很短的时间 便或准进行通话 这是因为便衣刑警的公务通话次数 没有任何的限制 他念出了岳母家的号码 通话器底部的小屏幕 亮了 映出了他的脸孔 他压低声音说 妈 我找杰西 杰西一定正在等他的电话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屏幕上 贝雷 望着他的脸 然后刻意地将屏幕调按 好了杰西 搬在我这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他的双眼还在不停地东张西望 你还好吧 没什么麻烦吧 我显然好得很解析 别疑神疑鬼的 哦 丽雅 我担心死了 担心什么 贝雷凶巴巴的追问 你知道的 你的朋友 他怎么样 我昨夜告诉过你的 会是有麻烦的 你听好了 这都是无稽之谈 今晚 我会把班留在这 你去睡觉吧 再见 亲爱的 贝雷 收了线 做了两次深呼吸 然后才往回走 他的脸色一片死灰 充满了忧虑 和恐惧 贝雷回到套房时 班正站在房间的正中央 他已经将一片隐形眼镜 妥善地放入小溪杯 但另一片仍在他的眼睛里 班说 真扫兴 爸 这地方到底有没有水啊 奥利瓦先生说 我不能去卫生间 他说的对 你不能去 把那片带回去 班 就一而已 我爱试他 好不 班带回了隐形眼镜 放好了溪杯 然后 爬上了床 乖乖 这是什么床垫啊 贝雷对鸡丹尼说 我想 你不介意 坐一宿吧 当然不介意 对了 我对班带雷眼睛上 那两片玻璃 很感兴趣 每个地球人 都带着那种东西吗 啊 不 只有少数 例如 我就不带 贝雷心不在焉地说 那带这种东西 有什么用意呢 贝雷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了 那是一些令他感到不安的思绪 灯 熄了 贝雷仍旧醒着 他隐约能听见 班的呼吸 变得沉重 耳规律 甚至有点刺耳 当他转过头去 便在黑暗中 逐渐看出 鸡丹尼尔的身形 他面向着房门 一动不动地 坐在椅子上 然后 他就睡着了 还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 身在一座核能发电厂 杰西突然掉进了裂变枪 正在迅速坠落 杰西拼命地尖叫 还伸出手来 希望能抓住他 可是 他只能僵立在红线之外 眼睁睁地看着杰西 在半空中 无助地翻滚 杰西的身躯 越来越小 最后 变成了一个黑点 在这个梦里 他自己 树手无测 而他心知肚明 把杰西推下去的人 正是 他自己 当朱利斯 恩德比局长 走进大办公室的时候 伊利亚背来 立刻抬起了头来 五金打彩地 对他点了点头 局长 看了看时钟 咕噜道 千万别告诉我 你一夜都没走 贝莱答道 放心 我不会那么说的 局长压低了声音 问道 昨晚 有任何的麻烦吗 贝莱摇了摇头 局长接着说 我一直在想 可以尽量 将暴动的几率 降到最低 如果有任何 看在老天的份上 局长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一切平安 贝莱语气强硬地说 那就好 局长转身离去 走进自己那间 享有隐私的 高级主管办公室 贝莱望着他的背影 心想 他昨夜 一定没有再失眠 贝莱继续买手撰写 所谓的例行报告 用于掩饰过去两天的真正行动 可是他刚低下头 就觉得纸上那些字 看起来又闪动 又模糊 过了一会儿 他才察觉到 原来是有个东西 站在办公桌旁 害得自己心神不宁 他猛然抬起头来 你要干什么 感情又是鸡 山蜜 贝莱心想 当局长的好处可真不少啊 这个机器人 不就是恩德比的私人仆役吗 鸡山蜜 带着一成不变的蠢笑说 局长要见你 李亚 他说 马上 贝莱挥了挥手 他才见过我 告诉他 我待会儿再进去 鸡山蜜又讲了一遍 他说 马上 好了好了 滚开 那机器人一面后退 一面还在说 局长 马上就要见你 李亚 他说 马上 叶和华呀 我来了 我来了 贝莱咬牙切齿 他离开座位 朝着那间 象征着位高权重的办公室 走去 鸡山蜜 这才闭嘴了 贝莱一进屋便说 他妈的 大局长 别再派那东西来找我 好不好 局长 只是回应道 请坐 李亚 请坐 贝莱 坐了下来 凝视着对方 或许自己冤枉了好友朱利斯 或许昨晚 他根本没合眼 他看起来相当的疲倦 局长 轻敲着面前的一份文件 这份记录显示 你曾经利用隔离波 打电话给华盛顿的 见瑞格博士 没错 局长 既然是隔离波 自然没有通话内容的记录 你们 到底讲了些什么 我在做一些 背景调查 他是一位 机器人学家 对吗 没错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到底 在调查什么背景 局长 拥着下唇 看起来 活脱是一个 撅嘴要哭的小孩子 贝莱说道 我也不确定 局长 我只是 有一种感觉 像这样的案子 不妨多搜集一些 有关机器人的资料 贝莱说到这儿 便闭起了嘴巴 他早已打定主意 不做更详细的说明 局长说道 我不以为然 李亚 我可不以为然 我认为 这么做 并不明智 那你反对的理由 为何呢 局长 这件事 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啊 这个 我自然会尽可能地 对他保密的 我还是认为 这么做 并不明智 贝莱觉得很反感 他终于失去耐心了 他问道 你是在命令我 别见他吗 不不 这你自己看着办 这个调查 是你在主导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局长摇了摇头 没什么 哦 他在哪 你晓得我在说谁 贝莱的确晓得 他回答道 丹尼尔 还在档案室 局长 顿了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才说道 你该知道 我们并未取得多大的进展 我们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话说回来 事情 不会一成不变的 那就好 局长说 可是从他的表情看来 他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当贝莱回到自己的座位时 吉丹尼尔 已经在那儿挡他了 你好 有些什么收获吗 贝莱硬邦邦地说 我对那些档案 匆匆做完了第一遍搜寻 伊利亚伙伴 我在里面 找到两个人 他们不但昨晚 试图跟踪我们 而且 在前天的事件中 他们也出现在 鞋垫的现场 哦 一起看看 吉丹尼尔将几张 仅有邮票大小的卡片 放到贝莱的面前 卡片上布满了 有许多小圆点组成的密码 这个机器人 又掏出了一台 携带式的解码机 将其中的一张卡片 插了进去 由于小圆点 具有和卡片 不同的导电系数 电厂一旦通过卡片 随即扭曲成特定的形样 最后 这个形样 便会以文字的形式 显示在解码机的 三乘六的屏幕上 这些文字 如果未曾转成密码 需要好几张报表纸 才能打印得出来 更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警方的解码机 任何人都不可能解译 这些密码 贝莱 面无表情地 浏览这些文字资料 第一个人是 法兰西斯 克劳沙 两年前遭到逮捕 当时33岁 罪名是 山洞暴乱 他是纽约教母厂的员工 住址是某街某号 父母名叫某某某 接下来是他的头发 和眼珠颜色 面貌特征 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 心理分析档案 生理状况档案 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资料 最后则是他的照片 在罪犯资料室中的编号 你查过那张照片吗 贝莱问 查过了 伊利亚 第二个人 叫吉哈德保罗 贝莱看了一眼相关资料 便说 这完全没用 吉丹尼尔答道 我确定 绝对有用 如果地球上 真有那么一个组织 有本事犯下这桩谋杀案 这两个人 就是他的成员 难道这个可能性 还不够明显吗 难道 不该真讯他们一番吗 可我们 并没有掌握任何的证据啊 他们曾经出现在 那两个现场 鞋垫和食堂 这一点不容他们否认 光是这样 并不构成犯罪啊 况且他们还可以否认 他们只要坚称 当时不在那即可 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要如何证明 他们在说谎呢 我看到他们了呀 那不算证据 就算真的上了法庭 也不会有人相信你 能在上百万张 模糊的人脸中 记住他们两个 显然 我有这个本领 好啊 那么 你不妨表明 你的真实身份 一旦你那样做 下一秒 你就不是证人了 你和你的同类 地球上 没有任何法庭 承认你们的法律地位 这么说的话 我想你 是改变心意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昨天在食堂里 你说我们没有必要当场行动 你说只要我能记住他们的面貌 事后随时可以逮捕他们 好吧 我当时没想清楚 我一时鬼迷了心窍 那样根本就行不通 即使打心理战 也不行吗 他们可不知道 我们并没有掌握合法的证据 无法证明 他们就是共犯 听好 我正在等着 从华盛顿来的 安东尼 杰瑞格博士 他半小时内就会抵达 可不可以等他走了之后 再继续讨论 可不可以 贝勒绷着脸说 鸡丹尼儿说道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